应该有不少人都看过渔门舞集的表演 不过这些表演几乎都在舞台上来演出 但是在今天下午 渔门舞集的舞者却把舞台搬到了台北市信义区的街上 他们穿着风衣 穿着伞 还提着皮箱 希望用行动剧的方式来拉近跟民众的距离 人来人往的商圈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 为什么这群人却是面无表情的撑着伞 还穿起风衣 拎着皮箱在人群中不断的穿梭 演起行动剧 特意的行径吸引不少正在逛街民众的目光 一群人在就是可能在路上 忽然就忽然帮你撑伞这样子 对啊 对啊 还蛮好笑的 就还会蛮吸引的 把那个艺术带到就是大家的生活里面 然后可能让没有接触过舞蹈的人 也可以发现说舞蹈其实距离没有那么遥远 穿着剧中的经典造型 有舞者突然跑去帮民众撑伞 也有舞者开心的在原地转圈跳舞 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心中的想法 而舞者手中的行李箱 更象征装满了每个人的希望快乐 以及满满的回忆 搬出来成为行动艺术的时候 其实他因为跟人跟人接触之后 形成了另外一种感觉 民众可能反应很热烈 他会跟他有互动 可是有的人可能会不好意思 为了替建国百年的全新创作 春斗2001游戏场热身 原本五集二第一次将编舞家 布拉瑞扬的作品出游搬上街头 除了保留作品原来的意涵外 还要用最苦手的方式来拉近 艺术表演与民众的距离 接着吴雅瑜林国黄台北报道